一月十一就要投票了 將選出中華民國第十五任 總統 副總統 以及第十屆立法委員 每一位選民手上 都會有三張選票 分別為總統 副總統選票 區域立委或原住民立委選票 以及第三張政黨票 由於單一選區兩票制 投票人可透過區域及原住民立委選票 選出該選區候選人 各選區得票最多者當選 無需過半 全臺區域會選出七十三席 而原住民立法委員 由平地原住民三地原住民 兩個複數選區選出 每個選區得票前三名者當選 平原三元共選出六席 政黨票則是選出該黨的不分區立委 得票超過百分之五以上政黨 可按照得票比例分配席次 將選出三十四席 但是政黨票並不會因為 沒有達到百分之五 就完全浪費選票 政黨票得票率共有四個關鍵數字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每當一個政黨的政黨票通過一個門檻 就有不同的效果 不只作為不分區立委的分配依據 更成為法規中衡量政黨支持度的指標 影響相關補助與提名資格 獲得百分之一的政黨票 個人與盈利事業對該政黨的政治獻金可列舉所得稅扣除額 也就是可以替捐款者抵稅 獲得百分之二的政黨票往後三屆立法委員選舉 取得直接提名不分區立法委員權力 可以為下次選舉省下兩百萬元 獲得百分之三的政黨票 取得每票每年五十元的政黨補助 而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 規定不分區立委的分配計算方式 裡面還有一些細部規範 例如女性在當選名單中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分配剩餘席次如何分配等等 但簡單來說 不分區席次的公式就是三十四席 乘上超過百分之五的某政黨 得票率超過百分之五的政黨總得票數核 就等於該政黨不分區席次了 最後的選舉結果仍是仰賴每一個公民 做出決定 投下一票又一票才會產生 提醒民眾在選前 最後的衝刺階段 不妨靜下心來 好好看看各黨的政見 人物 能力與時機 做出不後悔的選擇 與此新聞 台北市采訪報導